昨晚安山下了一场雨,虽然不大,但是整条街道都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表舅打来电话说,舅老爷去世了。 我顿时睡意全无,找套黑色的正装,带上三万块钱现金,开车就去了汤岗子温泉小镇,在三车厂,看到了我的舅老爷家,那座回迁了十年的老黄楼。 舅老爷生前无特殊疾病,走得当晚,听说孙子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些兴奋,喝了两钟酒,之后就睡下了,却再也没有起来。 八十四岁的他,寿终正寝。 我去的时候,表舅家并没有几个亲属在,我是最早得到消息急忙赶过来的。 到的时候,舅老爷安详地躺在床上,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床边的右手侧放着一个首饰盒。 表舅说,舅老爷走的时候,没留下任何话,只发现了这个首饰盒。 我们几个亲属建议,还是打开看看吧,应该是舅老爷留下的什么重要东西。 在大家的见证下,表舅打开了那个首饰盒,可映入眼帘的东西,惊出了我一身冷汗。 里面的那个布袋我再熟悉不过了,是我五年前,替父亲还钱的时候,送给舅老爷的。 打开布袋更是让我瞬间泪奔,里面是我还他的三万块钱,原封未动,只是多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行行结婚时,我花一万。 这孩子懂笑,日后你们都别亏待了他。 表舅用颤抖的双手,把这张纸条递给了我,我的情绪早已不受控制,娃娃大哭起来。 往事历历在目,深情九哥不舍,八年前,我母亲患有癌,父亲为给母亲治病,花去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母亲当时是反对过度治疗的,她总说,得了癌症,有几个人能逃得掉。 人中有一死,可钱不好赚啊,行行还没结婚呢,省着点花吧。 我的头发都要掉光了,这种放化疗,死敌一千,自损八百,我也是遭不起那个罪啊。 父亲的回答是斩钉截铁,你说的,我都懂,可是你还年轻,我怎么忍心让你抱汗终身? 更何况咱家行行还没有结婚,你子为孙绕的幸福日子,一天也没过上呢,再难,我也要给你治下去。 这事儿,就算我砸锅卖铁,也由不得你了。 那时那刻,我才真正理解什么是夫妻情深。 大难临头了,还在为对方着想,这也许就是父母眼中的爱吧。 母亲患癌时,我大学毕业没几年,工作也不稳定,收入更是微薄得很,要是放在现在,我完全可以为父亲搭把手。 只可惜,看着母亲的病痛,我无能为力,这种滋味,让我很长时间无法释怀。 舅老爷知道我家的境遇后,就和表舅商量,给我们家拿来两万块钱。 当时,舅老爷告诉我父亲,这钱是给我母亲看病的,不用还,让我们一家人不要有心理负担。 母亲懂得舅老爷的好。 我母亲六岁,姥姥就去世了,是舅老爷帮衬着长大的。 母亲很感恩舅老爷的付出,她一再叮嘱我,做人不能忘本,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要知恩图报,对舅老爷好点。 母亲挺可怜,没活过一年半。 母亲去世后,父亲也是大病一场,住院四十八天,家里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了。 也许正是从那时起,我才知道,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道理,也真正担起了一个男儿的责任。 我拼命地工作,白天谈客户,晚上严方案,一心扑在事业上。 心里只有一个目标,等我挣钱了,一定好好赡养我的父亲,一定要回馈对我们父子有恩的所有人。 历练总在风雨时,成功源于勤勉后。 我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五年前,我就坐上了公司副总的位置,年薪已经超过了三十万。 有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车去救老爷家,看望他顺便替父亲还那两万块钱。 去的时候,我拿的就是这个布袋,里面装的不是两万,而是三万块钱。 我总觉得,救老爷对咱有恩,咱不能忘恩负义,更何况,那钱是救老爷的养老钱,都八十来岁的人了, 在咱家最困难的时候,能帮咱,说实话,根本没怕咱家还不起这钱,这叫什么? 这就是亲情,这就是信任。 这世间,有啥再贵重的东西,能抵过这两样。 救老爷说,啥也不要,一再强调,当初这钱是给我们家的,就当资助我们了。 我深情地说,救老爷,这钱,您一定拿着。 情归情,事归事儿。 做人,不能无底线地消耗别人的善良,有句话说得好,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本分。 您收下,我和父亲也安心。 您老人家日后有啥用得着我和我父亲的,您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 说得救老爷泪眼朦胧,孩子,救老爷这不是占便宜了吗? 借你两万,你还三万,这成啥事了呀? 我笑了笑,没再接这个话茬,拉着救老爷去公园溜达一圈,恰逢中午,又去了大青花饺子,吃了炖饭。 救老爷很知足,他说,看你们小自贝儿的人,大了,懂事了,我也就放心了。 只是你妈没福气呀,如果她还在,知道你如此出息,如此孝顺,得多高兴啦。 我还钱的第二年,表舅在生意上亏了不少钱,当时急于想翻本,就张口向我借了十万块钱。 说实话,当时我父亲有点想法,怕表舅一时间困难,难以翻身,怕我借出去这钱打水漂了,让我慎重一些。 良知告诉我,这钱我必须借,于是我二话没说,立马转款给表舅。 这一举动,表舅和舅妈很知足。 他们告诉我,生意亏钱后,的确向很多人借过钱,那些人都没敢借,就怕还不起。 我能借给他们,而且还不是小树木,他们很意外,也很感激,也一直记得我的好。 赶上那三年疫情,表舅的生意一直没啥起色,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每年春节去看舅老爷时,表舅和舅妈总是主动提及我借给他们十万块钱的事,很是汗颜。 不过说话还是很诚恳的,他们让我放心,等生意好了,一定如数奉还。 这次舅老爷去世,看到他留下的这笔钱,我心里五味杂陈。 舅老爷辛苦一生,对别人无限温暖,谁家有事他都朝前帮忙,对谁都好,却唯独没有他自己。 他省吃俭用,勤俭一辈子,是小区里出了名的。 表舅拿出首饰盒里这笔钱的时候,有些失控,转过身去,哭得不成样子。 他没说话,但是我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舅舅说,表舅,我知道,您这是触景生情了吧。 但是,请您别难过,您欠我的那十万块钱,我不急于用,您也不必有什么负担,啥时候有,啥时候还我都行。 即便不还我,我也心甘情愿帮您。 因为舅老爷的恩情,我也是铭记于心的。 您是生意人,在市场上的绝佳口碑与信用,是最值钱,最受用的。 说话间,在走廊的拐角处,我拿出那事先准备好的三万块钱,塞给了舅妈。 小声对她说,舅妈,这钱您先拿着,把舅老爷的后事办妥当。 至于别的,就先别想了。 舅妈接过钱,猛然间抱住我,哭成了泪人,朋友们你们觉得感动吗? 欢迎留言评论。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拥抱阳光。 同桌被打死了。 我妈说因为她不愿意嫁给村头的老王家,可她才十三岁,怎么嫁人? 一旁拉皮条的张婶看了我一眼,嫁过去先干几年活,不就可以了。 夜里,我妈含泪塞给我一笔钱,快逃,去城里找你舅舅。 原来同桌死了,我爸高高兴兴地收了老王家的彩礼。 可我要是跑了,我妈会被打死的。 当张婶笑着踏进我家房门的时候,我妈就动了逃跑的心。 蔡家那丫头想不开,张图护家可有吃不完的猪肉。 大妹子,你看我对你多好。 蔡梅一咽气,我就跟张图护提了你家会言。 蔡梅是我的同桌,几天前还跟我一起结伴去上学。 后妈嫌弃她碍眼,就托最黑心的张婶给她寻门亲事。 张婶介绍的那人都四十五了,比蔡梅的亲爹都大。 呸,你是猪油蒙了心了,我家慧颜才十二,比蔡梅还小一岁呢。 谁家姑娘家不嫁人的,也就是看上了她小,张图护才啃出十五万的天价。 大嫂把被我妈挥着,差点就赶走了张婶。 外边的吵闹声吸引了奶奶,她妈妈咧咧地出来了。 大清早的,不干活嚷嚷什么?张婶半个脚丫子都踏出门口了,愣是又爬回来了。 也就是几句话的功夫,我的婚事就被定下了。 夜里,我才睡下,就被我妈咬醒了。 她将包着钱的布袋子踹进我的怀里,催促着我下炕穿鞋。 你爸去邻村喝酒了,现在走还来得及。 村里的路上梅灯,夜路实在是黑。 白天,菜梅的尸首又浮现在脑海里,我吓得步子都迈不动。 手被我妈强拽着,硬是拖着我走到了主路上。 妈,舅舅会管我们吗? 刚才蹭蹭的步子一下子就顿住了。 答案是残酷的,我和我妈都知道。 当初,要不是为了供舅舅读大学,我妈就不会在十八岁就嫁给同村的男人。 郑家村出来的名人太少,我那个在市里当老师的舅舅正照算得上一个。 舅舅和我妈本是龙凤胎,我妈早了十多分,是姐。 从小两个孩子都十分聪明,最后更是一起考上了大学。 老爷亲手撕了那张写着我妈名字的通知书,隔天就请了没人进家。 舅舅流着泪哄着我妈,说永远不会忘了她的付出和成全。 拿着我乃家给的彩礼钱。 舅舅终于成了那个时代最风光的大学生。 现在的她成了试重点高中的老师,过着跟我妈完全不同的日子。 我妈说,我就是她最后的希望,绝不能走她的老路。 于青的手臂还没消肿,压在我的肩上软绵绵的。 这么多年,我妈不是没找过舅舅求助,每次她都只会劝我妈安分。 姐,我在市里也不容易,一点点小事就别来烦我了。 慧言你别怕,有妈在,谁也不能欺负你。 妈妈搂着我,比平时还要用力。 第二天,排队买车票的时候,我还是绝望地拦住了妈妈。 妈,我不想逃了。 这么多年来,舅舅一直没帮过我们的。 妈妈立刻有些年了,头也搭愣了下去。 自己的弟弟多么虚伪自私,我妈当然知道。 嫁过去了十多年,要真的有新旧,何必等到今天? 如果我嫁人能换你不挨打,我愿意的。 慧言,我生你下来不是为了让你给人家糟蹋的。 最终,我妈还是拉着我上了车。 舅舅家我只去过两次,每次待的时间都不长。 舅妈看人都是用鼻孔,除了问好,我几乎没跟她说过几句话。 这次,也一样。 扶着眼镜,舅舅又开始装深沉。 姐姐,郑赵就是个老师,不是警察。 按理说结了婚,就是各自为家了,你总不能指望着娘家人过一辈子吧。 小我几岁的表妹从钢琴上跑下来,伸手管舅妈要钱。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妈来,她都会跟舅妈张口。 妈,给我五十,我要下楼买冰淇淋。 宝贝,妈妈给你一百,够不够啊? 表妹很快拿着雪糕上来了。 圆球上便花花绿绿的,好像还有碎果人。 她养着小勺子在我面前晃,那得意的嘴脸跟舅妈像极了。 想吃吗?你没有。 舅妈看着女儿一顿慈爱地笑,追问我妈表妹是不是越来越可爱了。 我妈已经猜到了今天的结果,只能苦笑。 接着她们又开始哭穷,说培养表妹如何费钱。 钢琴课,绘画班,还有每年一次的国际夏令营。 除了不断对我们炫耀表妹的优质生活,她们什么帮助都给予不了。 一杯茶还没喝完,舅妈就下了逐客令。 姐,正照就要平优了,你以后没事就别来了。 这小区里住了不少她的同事,看见了影响不好。 临走的时候,舅妈忽然张口,说厨房里还有剩菜可以让我妈带走。 气得我妈头,也不回就拉着我走。 舅舅还是追了出来。 她给我妈塞了一堆烂掉的水果,又重复了一遍舅妈的话。 路上孩子万一渴了呢? 烂水果最后被我妈扔进了小区的垃圾箱。 回来的路上,她的眼睛红红的。 舅舅念大学的那几年,妈妈还没有放弃希望。 她找了外边的大夫,搞了好多要吃,只干活,不生娃。 直到舅舅毕业后,直接换了电话号,我妈才彻底任命。 成功的弟弟依旧缺钱,却不缺一个当村妇的姐姐。 老爷为了给舅舅在城里买楼,拼命干活死在了工地。 赔偿款后来变成了给舅妈家的彩礼。 我妈说,姥姥在的时候,她有饭吃有书念。 若不是高三那年姥姥中风没了,她的人生也会跟舅舅一样。 我觉得妈妈撒谎了,她考的大学比舅舅牛多了,她要是有机会去念书,日子过得一定比舅舅要强。 到家后,我爸正火冒三丈,见我妈灰头土脸地带我进礼屋,一下子就想明白了。 你又跑去找你弟了吧,你可真他妈的显眼啊。 抄起手边的木棍,我爸就狠狠砸到了我妈瘦弱的脊背上。 我妈一吃痛,直接摔倒在了门槛上。 天天想着要去巴结你弟,人家搭理你吗? 怎么,老子是没给你饭吃,还是没给你抗睡,还想勾搭个城里汉子,是不是? 妈妈的优秀一直是我爸心底里的痛。 她是被扔进了泥坑,依旧不会被掩埋的金子。 刚结婚的几年,我妈自学技术,用勤劳和智慧给家里赚了不少钱。 爸爸一开始也高兴,以为取了个宝。 后来他发现妈妈一直留着高中的教材,还有其他男同学的电话。 妈妈去成人夜校报名的时候,是爸爸带着人把他抓回来的。 那个好心帮助他递资料的男同学,也被当作尖夫挨了一顿打。 我奶的脚丫子踩着我妈,让他看着我爸扒掉他刚扣好的大棚。 后来我爸还去威胁村里其他想要致富的人,谁要是再找我妈去家里指导,就去烧了人家的房。 再后来就有了我。 如果没有我,妈妈可能还会逃走。 别打了,我是去城里看大夫去了。 看大夫,看什么大夫? 听到我妈的话,我爸暂时住了手。 你不是一直想要个男孩吗? 我去看看我还能不能生。 大夫咋说? 你先答应我一件事。 臭婆娘,你还跟我讲起条件了。 如果我给你生个儿子,你必须回绝那门亲事,让慧颜继续读书。 爸爸的小眼睛转了几圈,似乎在掂量着买卖是否划算。 村里之前办过声誉宣传,我爸回来后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父女主任说孩子的脑袋瓜都随妈,聪明的娘生出来的没有傻瓜。 儿子是他一直以来的渴望。 若是真能得到一个聪明的儿子,我爸也算是能光宗耀祖了。 儿子,别信他的。 他之前都怀不上,肚子八成是不好用了。 你听妈的,还是卖了慧颜换彩礼划算。 奶奶忽然出现,让我爸又开始犹豫。 实话告诉你们吧,之前怀不上是因为我自己偷偷吃了药。 妈妈站起身来,决定最后一搏。 她坦白了自己最大的秘密,也成功激怒了我爸。 大棒子又重新挥动了起来,这次打得比上一次还要狠。 死娘们居然耽误了老子这么多年的好光景,今天不打的阎王都认不出你来,我跟你姓。 爸爸追着我妈满院子地打。 我妈边哭边喊,你打死我吧,有本事一辈子别碰我,要不我以后怀孕,也绝食饿死你儿子。 这场心里的博异战,最终以我爸拖着我妈进屋,得以告终。 深夜时候,妈妈摸进了我的屋子。 黑暗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月光照在她的泪痕上。 慧言,只要妈在一天,你的书就不会断。 我重新回到了学校,我妈也越来越沉默。 她劝了我爸好久,才重新扣起了大棚。 男娃娶妻生子花钱的地方实在多,咱们不能像以前一样了。 自从我妈松口以后,我爸明显好说话多了。 闲暇时间她放了点拳给我妈,让她能力所能及地去挣钱。 起早贪黑的是柔弱的女人,在家喝酒的是强壮的男人。 努力学习争第一,是我唯一能回报给我妈的。 我经常见不到我妈,可她一用尽全力在爱我。 被窝里时常会出现1.0钱,那些钱都被我攒下了。 我妈想让我多吃一个菜,我想让她少盖一点活。 奶奶起初也不信,没事还去打听张图护的情况。 后来听说我的另一个同学嫁过去了,她这才死了心。 强子就是个没心眼的,愣是被她婆娘忽悠丢了15万呢。 女娃子早晚都得嫁,还不如趁着小卖个大价钱。 奶奶心疼了好久那不属于她的钱,直到看见我妈赚了钱回家, 这才住了嘴,一边数着钱,一边继续警告我妈。 别以为赚了点钱,你就了不起了,家里的活还没干完呢。 要是最后你生不出男娃,慧颜的书还是别想念下去。 赚钱,干活,听骂。 为了守护我读书的梦想,我妈应试又挺过了两年。 在我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妈的肚子终于有动静了。 三十多岁的她第二次怀孕了。 奶奶破天荒地没有训斥我妈,还特意让我到张图护家买上几斤金牌。 生猪的味道充满了院落,站在门口我就看见了张图护的老婆。 相访的年纪女孩早已经放下了笔,再也看不出曾经的学生模样。 手起刀落,处理骨头的技法熟练极了。 听说她的彩礼都被她爸妈做主,留给了她弟。 收钱的时候,她抬头看见了我,又迅速低下来头。 如果没有我妈当年的守护,今天站在案板后的人一定会是我。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奶乐得何不拢嘴。 她一个劲给我妈加菜。 慧颜她妈,以后渴得多吃点呢,让我的大孙子长得白白胖胖的。 我爸给自己倒上一杯烧白,嘴角也扬了上去。 总算怀上了,日子在大典,我带你去医院瞧瞧,看看是不是男娃。 家里人都在笑,我妈却面露难色。 夜晚的时候,我听到主屋里传来了我爸的大嗓门。 我是他爹,我说咋办就咋办。 你当初答应好好的,当初是当初,家里的老爷们就是天,你别想越犬。 心里顿时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 果然第二天我刚要出门,就被我爸拦住了。 你妈现在身子不方便了,以后家里的活都你干吧,学校那边你自己去说一声,明个开始就别去了。 面对凶神恶煞的老子,我只能垂头丧气地离家。 完了,我就要失学了。 失学只是第一步。 从明天开始,我就会像所有半路辍学的女孩一样,走上她们的老路。 找个厂子打工,或者直接寻个人家让我出嫁。 想到今天就是我去学校的最后一天,眼泪就止不住地落。 乡间的泥土地上有好多的沙粒,人走路的声音格外明显。 我清晰地听着自己的脚步,越来越沉。 慧眼,等等妈。 身后传来妈妈的呼喊,不知何时她竟追了出来。 安心去念书,妈不会让你失学的。 女人的眼神温柔又坚定,轻轻擦掉了我脸上的泪。 可是,我爸和我奶不会同意的。 女人在这个家里是没有地位的。 尤其我妈现在怀了孕,确实不能像之前一样辛苦地劳作了。 别担心,妈有法子,你就安心念书吧。 姥姥还供妈妈读完了高中呢,我闺女咋地也不能比我差呀。 得到了妈妈的许诺,我这才安心。 挥别了妈妈,我的脚步变得轻盈,甚至直接跑了起来。 我只想马上坐进教室,听老师讲解新的知识。 带着忐忑的心上玩了一天的课。 等我回到家,正好迎上了准备离开的人。 妈妈跟我一一介绍,那几个年轻人都是她新收的徒弟。 想要反抗老一辈封建思想的大有人在,我妈不是村子里唯一的异类。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新的世界,才是未来的生存之道。 以后,他们会跟我学养殖技术,顺便还能帮咱家干点活。 知识就是财富。 我妈以身作则,帮我上了这一课。 吃晚饭的时候,我爸问我话。 跟学校说完了吗? 会言会继续念书的。 咋的,当我说话是放屁啊。 筷子摔在了地上,我吓得立刻放下了饭碗。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爸的脾气是越来越差了。 要不是这两年,我妈一直在赚钱, 估计她还是会像以前一样不爽,就都动手打人。 刻在骨子里的怯懦让我放下了饭碗。 坐在对面的妈妈,却不紧不慢地说了今天的事。 她找到了免费的劳动力,效率比我好用多了。 会言一个半大丫头能干多少活, 三圣还有那帮后生一个下午就把土翻完了。 村西头新寡的梁妹明天也来, 她手工好,还能帮妈做点细活。 还有咱们后院的那个堂屋,早就该重新修气了。 三圣的瓦工临村都在夸,正好给我儿子修个新屋。 我妈说地头头是道,堵住了我爸的嘴。 饶是我奶,依旧想要榨干我的全部价值。 会言也十五了,张嫂前几天还说要帮她寻门好亲事。 妈,你忘了祖宗的规矩了。 弟弟还没落地,姐姐不能出嫁。 郑家村很久以前确实有这样的说道。 能让从不迷信的妈妈搬出了这套说辞, 可见为了留住我,她真是用尽了全力。 奶奶知道彼时说不过我妈。 收拾碗筷的时候,她拉着又一次上门的张嫂, 站在院子里大声说着话。 我让她再留几个月,等我孙子满了月, 会言不嫁也得嫁。 养闺女就是为了等这一天, 别以为我不知道她正来心里的算盘, 不就是想着等我死了自己白占丫头的彩礼钱吗? 做梦去吧。 我妈为我争取的努力, 被奶奶误会是因为贪财。 坐在旁边的妈妈无奈一笑, 燕雀安之洪湖之志灾。 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妈妈被我爸拖着去了市里的医院。 那时候正赶上我即将中考, 每天都在试卷中忙得不可开交。 奶奶的话让我时刻警醒, 试重点的前一百名是可以减免学费的。 要是再厉害一点, 能挤进全校钱时, 还会有一笔不菲的奖学金。 我几乎没有别的出路了。 于是我拼了命地学, 眼睛里的红血丝总是消了又生。 即使我常年全校第一, 依然还得需要打败无数外校的第一名, 才有可能争取到那珍贵的免费名额。 眼中只有成绩的我, 只能暂时忽略掉了妈妈。 从医院回来后, 爸爸的脸上看不出表情。 咋样啊强子, 是男孩不? 谢天谢地啊, 我终于有孙子了。 奶奶乐得差点原地对着老天磕头, 可她转脸一瞧, 我爸的表情始终不对。 怀了儿子还不高兴啊, 你这啥表情? 市里的大夫说, 这孩子发育得不太好, 出生后可能需要一大笔前治病。 啥病啊? 会缺胳膊少腿吗? 那倒不至于, 就是得做个手术, 有钱就能治好。 为啥会得这病啊? 是不是孩子妈又乱吃啥药了? 只要家里出问题, 我奶的矛头肯定第一个对准我妈。 随手就抄起了扫帚, 想要往我妈的身上抽打。 臭婆娘, 是不是你坑害我孙子了? 你给我老实说, 见妈妈就要挨打, 我立刻冲了出去。 好在我爸终于拦了奶奶一下。 不是啊, 妈, 是因为正来她岁数大了。 大夫说, 怀孕的人如果岁数大, 孩子就容易有毛病。 听了我爸的解释, 我奶这才暂时放下了扫帚。 一家人被迫坐在了饭桌前, 重新商议了起来。 按照我爸从医生内听来的指示, 我那个弟弟还是有救的。 大夫说, 手术保守估计得二十万, 养到四五岁就能彻底痊愈了。 可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灰色的雾圈 从我爸的方向飘来。 他又掏出了烟。 都怪他这么多年不要, 现在要上一个还是个讨债鬼。 二十万的数字一出, 一向盼着孙子的奶奶听完也有点打触。 孙子和钱, 在他心里都应该是他白得的东西。 或许是他越想越憋气, 直接抄起了大条扫疙瘩。 活在我奶眼里的罪人太多了, 我妈始终排在第一。 都怪你, 都是你遭见了我们家, 我要打死你给我孙子陪葬。 我爸假惺惺地拦了两下。 扫帚还是打到了我妈的身上。 除了肚子, 胳膊和后背甚至还有我妈的脸都糟了痒。 显然他们就是为了出气。 别打我妈了, 她还怀着孕呢。 看到我跑出来护着我妈, 我乃打得更凶了。 都是因为要让你念书, 你妈这么晚才要弟弟。 你这个桑门星, 还好意思求情。 命运的不公似乎只会欺凌女人, 甚至连女人也在欺负女人。 死命护住了我妈后, 四肢很快就传来了数不清的抽筒。 板凳上的男人静静看着这出闹剧, 终于在抽完了烟后, 开了口, 慧言, 你就那么想护着你妈? 我点了点头。 行, 算你孝顺。 别说爸不疼你, 邻村新来的会计刚死了老婆, 选个好日子你, 正好嫁过去。 爸知道你读过书, 不喜欢张图护那种粗人。 人家胡会计今年还不到三十, 戴个眼镜纹粥粥的, 跟你多配。 多么贴心的说辞啊, 婚事又不是买猪肉, 没有那么多的临时起义。 估计我爸早就打听好了, 就等着我亲自吐口。 反应过来的我妈站起身来, 挡在了我的前边。 慧言马上就要考学了, 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我是他老子, 我为他好。 除了村上那几个父户的闺女 还在念书, 也就我还帮着你供这个院种。 村里的人背地里都骂我在家吃软饭, 别以为我听不见。 实话告诉你吧, 财礼我都商量好了。 胡会计的爹妈下个月就来, 到时候我亲自送慧言出嫁。 有些关于女人一生的决定, 只在父辈的谈笑间便可以下定。 大山外的世界早就变了样, 唯有听着山峰的村民还浑然不知。 夜晚, 妈妈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卷子上泪痕未干, 晕开了我刚写好的字迹。 慧言, 你明白你爸的意思吗? 妈, 他们不是下个月来吗? 不能耽误我下周的考试。 就算真的躲不过命运的不公, 我也要努力摘下我人生的最后一顶桂冠。 可委屈是藏不住的。 泪不受控制的一出眼眶, 又一次晕开了我刚写上的字。 妈妈站在桌边, 一直没说话。 她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拍了拍我的肩, 慧言, 你真的有信心考上六中吗? 六中就是市重点, 也是我舅舅工作了十多年的地方。 妈, 就算我不能去念, 我也一定能考上。 那是来自母亲基因里的骄傲, 是我们母女永远无法斩断的血缘。 好, 我等着你的录取通知书。 接下来的一周, 胜券在握的爸爸脸色好了许多, 他甚至还破天荒地答应让我好好考完试。 行啊, 考上了也算天的喜气, 胡惠记家还得高看你一眼。 很快到了考试的日子。 那几天, 我妈打听好了考点, 特地在市里订了宾馆。 她每天变招法给我弄好吃的, 助我完成了两天的考试。 回去的路上, 她的脸色明显有些苍白, 痴嫩的我还以为是她累着了。 我爸早早就在家里摆了席, 胡惠记已经和几个邻村的人坐在了桌前。 怎么才回来啊? 人家小胡都等你半天了, 一瞥见我进了门, 我爸就要来拉我。 这次换我妈拦着她了, 会言会去念高中的, 不会嫁给任何人。 平日沉默的妈妈今天格外硬气, 并不伟岸的身躯站得笔直。 她拉着我, 很快寻到了荒唐婚事的另一个当事人。 聪慧倔强的妈妈在村里小有名气, 邻村也有不少认识她的。 后来我听人说, 那个胡会计也是冲着我是我妈的闺女, 才愿意给出那么高的彩礼。 胡会计是吧? 我家女儿她不会嫁给你的。 冷不丁当众被服了面子, 胡会计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毕竟是第一次来, 她话说得还算客气。 阿姨, 至少给我们个机会相处一下也好吧。 我收入不低也有学历, 应该能跟会言有共同话题的。 瞧着胡会计那一脸假惺惺的笑, 我妈直接戳穿了她。 圣贤书都白读了吧, 居然打起别人家十五岁姑娘的主意。 胡一泽, 我早打听过你了, 你那老婆死得蹊跷, 别以为人人都是傻子。 被戳中了心事的男人, 明显有些下不来台, 直接转身朝着我爸为难了起来。 郑书, 既然你没诚意, 把姑娘嫁给我就不要框人。 前几天, 我给你的钱尽快还我吧。 钱还没午热, 就要被人家讨回去了。 我妈也一个劲得名是胡会计为人不善, 激得对方勒令我爸当场还钱。 爸爸彻底急了, 他下了死手。 妈妈的裤子上很快满是血迹。 等他再反应过来, 我妈已经被卫生队的人抬走了。 村里家家都会打婆娘, 闹到报警去验伤的, 只有我妈一个。 死命揍下去的棍子转化成冰冷的蚊子, 最终落在了我妈的验伤报告上。 肋骨折了两根, 多处软组织挫伤。 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局。 医生摘除了我妈的子宫, 还有早已经成型的弟弟。 村里人说, 我乃知道这时候, 第一次揍了我爸。 坐在病床前, 我早已经哭成了泪人。 初中的生物知识有限, 可我晓得没了子宫, 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醒来的妈妈反倒露出了释然的笑。 慧言, 妈一点也不难受。 我的身体不能生出一个歧视我的性别, 我的血肉就是咱们娘俩最后的武器。 母爱的伟大, 是我穷其一生之力, 无法偿还的债。 妈, 你这么拼就不怕我考不上吗? 傻孩子, 你的成绩不重要。 妈想要的是守住你能去选择的机会。 很快, 我就明白了妈妈的决心有多大。 她找了不少本事的博主, 亲自举着宴商报告给他们拍照。 彼时的自媒体刚刚起步, 正是需要这样吸引眼球的暴照性新闻。 爸爸和奶奶去找了好几次, 妈妈始终不肯和解。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我已经报警了, 警察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再厉害的土霸王, 也怕吃牢饭。 我爸这次是真的害怕了。 妈妈住了半个月的院, 舅舅两手空空地终于来了。 其实, 早在我考试那天, 她就看见我妈了。 人群中她刻意忽略掉我妈的眼神, 反倒跟其他人热络地聊着天。 舅舅是陪着舅妈家的侄子去考试的。 门口等待的家长里有相熟的, 一个劲地托他以后多关照。 郑赵老师, 以后孩子去了六中可得多联络呀。 好说好说, 弱者着急寻找可以依附的首领, 强者会披荆斩棘后成为新的王。 郑赵会吸食郑来的血, 去喂饱自己贫瘠的人生。 郑来的孩子则会用真材实学, 证明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到了病房后, 舅舅本想寒暄两句, 结果我妈根本不理她。 她也没了好气。 姐, 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要闹什么。 小孩子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 你就不能消停点吗? 前天我大舅哥都刷到你的事了, 你知不知道他问我的时候 我有多难堪? 我妈冷着一张脸, 面目表情地看着舅舅的表演。 每一个来看病的, 都会下意识问问病人的病情。 就算是第一次见面的那些博主, 也会说上一句祝早日康复。 唯有我妈的亲弟弟 一一数落着我妈的罪状。 说完了吗? 说完就走。 我骨头疼, 还要休息呢? 被子一拽, 我妈就将头偏了过去。 晚上, 我妈跟我说, 她好希望时间能倒流。 如果能回到十八岁, 我一定拿到录取通知书, 就跑。 爱你疼你尊重你的才是亲人, 坑你怨你压榨你的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狼。 因为我妈始终不吐口, 我爸最后只能同意她的提议。 三万块加一张离婚证, 换来了我妈的谅解书。 回村拿东西的那天, 我妈遭了无数的白眼。 张图护意外和我爸成了好兄弟, 她召集了无数同样迂腐的男人, 站到了我家的院门口。 我乃更是过分, 非要翻开我妈的每一个包裹。 谁知道她有没有偷拿家里的钱走。 我和妈妈一起收拾着满地的狼藉。 无数的咒骂压不垮她, 那是妈妈自由的前奏。 都堵在这儿干嘛, 我东西都送不进去了。 初中校长被黑压压的人围着, 好不容易才挤进了院门。 郑慧言同学, 这次中考的成绩出来了。 恭喜你啊, 以第七十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六中。 虽然你不是有史以来本村成绩最好的, 但是村里还是决定奖励你两千元, 希望你去了市里再创辉煌, 争取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前辈放到了信封里, 递了过来。 轻轻的信封里是我沉甸甸的骄傲。 而那位唯一战胜过我的人, 则眼含热泪站在我的身后。 拿着我爸赔偿的钱, 我妈在学校附近租了个小房子。 慧言, 学杂费虽然免了, 可我问了城里的家长, 念高中还是有不少钱要花。 六中市重点学校, 每年都会有很多拓展的活动。 上了学后我才发现, 好多同学早在中考前就学完了高一的知识,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 能考到前一百名, 其实更多是运气加成。 中考是有限定要求的, 绝对不能超纲。 考大学则又是一门新学问。 恰逢新会考改制, 未来英语很可能会是我最大的难关。 想要见识更大的世界, 钱就是必不可少的敲门砖。 妈妈将为数不多的钱谨慎分配, 并且拿出了大头, 也给我找了补习班。 她在努力维护我刚建立起来的自信。 小小的出租房里, 我妈终于跟我交了实底。 原来这三年里, 她早已经偷偷攒下了一笔私房钱。 三万块在高中的战场里什么都不是。 想要继续供养我读书, 她要付出的辛苦还有好多好多。 去补习班的那天, 我妈也去了附近的餐馆上班。 白天餐馆, 夜晚便利店, 抽空还要去做小时工打扫卫生。 多份工作加起来的薪水, 才够得上我一期的补习费。 炎热的三福天妈妈的额头, 全都是汗, 自己也不舍得吃一根棒冰。 不忙的时候, 我也会去便利店帮我妈的忙。 市里什么都贵, 货架上我叫不出名字的零食, 全都价格不菲。 国家的高考卷子上, 冰淇淋是被禁止使用的词语。 好多贫寒之地的学子根本不知道, 那三个字代表着什么东西。 开学后这种贫富差距越发地明显。 全班只有我一个人, 穿着杂牌的旧鞋。 学校的天台是我最喜欢去的地方。 只有在那儿, 我才能光明正大, 拿出那些贴着过期标签的节鱼出来吃。 便利店每日必须舍弃的免费食物, 才是妈妈打工最大的目的。 城里的开销实在大, 妈妈绞尽脑汁只为多省一点。 开挂的天才毕竟都是少数。 城市孩子背后站着的, 是父母金钱堆积好的教育系统。 更金牌的讲师, 更专业的出题角度, 让他们能牢牢抓住每一次的机会。 阶级之所以能循环, 离不开几辈人的努力。 我妈也深谙其中的道理。 从山村里走出来, 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后边的路, 才是最难的。 除了拼了命地赚钱省钱, 施丹利博的妈妈想不出更好的招数了。 慧言, 妈的能力有限, 最重要的还得靠你自己。 才上了一个学期, 我妈就瘦了一大圈。 我在学校里也见过几次舅舅, 她总是离着老远就改了路线。 其实她大可不必。 走到今天, 我们娘俩从没靠过她, 以后也一样。 第一次月考后, 我的成绩果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妈妈继续鼓励我, 说慢慢来不着急。 前几天, 我看你的鞋子也旧了, 正好晚上带你去买。 市里的大商场, 我从未来过。 同桌说在里边买一套衣裳, 就要破签了。 估计是做了功课, 妈妈也拉着我到了品牌店里。 喜欢哪双? 试试吧。 动辄超过五百的鞋子, 让我直摇头, 就想拉着我妈走。 没想到此时还碰到了老熟人。 来嫂子, 是你吗? 穿着销售服的女人凑了上来, 一脸亲切。 我妈很快也认出了对方, 都是郑家村出来的。 女人也很讲义气, 用员工嫁给我搞了一双鞋。 送鞋的时候, 女人有意无意提起了我爸。 强子又找了, 那个女人看上去就不正经, 村里好多人都说她以前是干那个的。 你婆婆现在根本说不上话, 只能跟别人说自己晚年不幸, 没有孙子儿子还不孝顺认对方如何描绘, 我妈始终没有表情。 临走的时候, 她揣上了一盒糕点给对方。 我真挺佩服你的, 要是当初我有你这底气, 就不用靠到我老公死了, 才赶出来。 女人由衷地赞叹。 丽娜, 我记得你小我两岁, 以后就叫我来解吧。 轻轻一个称呼, 里边藏着妈妈多年的委屈, 还有她努力换来的自由。 有人将妈妈的努力看在眼中, 有人则嗤之以鼻。 十一假期后, 舅舅终于第一次在学校里跟我说上了话。 趁着学校大扫除的功夫, 我被留在器材室。 眼镜厚的那双眼睛死死盯着我, 不肯错过我任何的变化。 你老实说, 有没有跟人说过我跟你的关系? 呵呵。 来了学校后, 我才发现, 舅舅并没有她自己夸赞得那么厉害。 学校的评优榜, 名师榜, 状元恩师单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学生看分, 老师评级。 按照这个标准, 舅舅顶多算集体里一个混日子的分母。 没有。 说那个干嘛, 我还嫌丢人呢? 你撒谎吧, 我明明听说 学校里有人打着是我的亲戚的幌子。 如果我真的说是您的亲戚, 您会认吗? 小兔崽子, 你是不是疯了? 瞧, 您都不会认我, 我还需要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半信半疑地打量了我好久, 舅舅还是挥着手让我走了。 他实在是多此一举, 听关系谁不找个有实力的? 不过他担忧的, 却有此事。 同年级, 有个跟舅妈同性的学生, 说过类似的话。 曾经在水房里, 我齐尔听见他说自己是物理正老师的侄子, 能提前看到卷子。 要想考个高分, 回家交代, 尽管联系我。 有人贴关系是为了寻求庇佑, 有人则是趁机敛财。 舅妈家其实也不太看得起舅舅。 心理课上老师讲, 世上有两种婚姻很难过好。 第一种, 门不当户不对, 第二种, 三观不合。 好巧不巧, 我家都占权了。 坚持做三份工的妈妈还是不够满意。 他听说别的学生为了拿到会考高分, 英语课都请递一对一的外交。 动辄五百元一节的课食费 没有打消妈妈的积极性。 那段时间, 他开始早出晚归, 每天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喝水吃药。 我问妈妈怎么了, 她只推托说自己吃的是普通的维生素。 以前在郑家村的时候, 妈妈从来不吃药。 心里不安的我还是从她的药盒里偷了一片。 问了周边的药店, 都说不认识。 某个店员还打趣道, 说我拿的药片可能是新药。 灰炎药液的实验基地就在附近, 好多人都会参加那边的临床试验。 搞不懂的, 我特意在机房, 用电脑上网查了一遍。 原来所谓的临床试验, 就是用不同年龄段健康的真人去试药。 当然了, 食药是会给支付不菲的报酬的。 食药三分毒, 何况妈妈还没有病。 我吓坏了, 又不敢明着阻止妈妈。 妈妈拥有的太少, 她只是在竭尽全力去帮我不要落于人后。 穷人的命就是生活最后的本钱。 我们太穷了, 穷到只能出卖风险换取读书成功的机会。 来到城市后, 我承认我开始自卑, 连一项非常有把握的比赛都不敢去争取。 舅舅又在暗处使了几次绊子, 好几次都破坏了我的报名。 小心蛰伏换不来互不打扰, 我彻底放弃了。 又一个竞赛季到来, 我果断报名。 这一次我学聪明了, 先是表现了绝对的优势, 换得老师主动找到了我。 竞赛都被安排在了暑假, 并不耽误日常学习。 并且每次外出竞赛都有补贴, 成功后还有一大笔的奖金。 赛前老师鼓励我们, 如果拿到名次, 学校还会继续助力 我们升阶更有含金量的比赛。 待我从外地归来, 家里变得异常安静。 高压的工作, 加之频繁是要。 让妈妈的身体备受摧残。 发着高烧的她, 还不忘给雇主联系替班的人, 生怕耽误了人家的事。 我心疼极了。 妈妈教育我说, 信用是存款, 一旦透支人就会破产。 来了这边后, 您说话也头头是道了。 故意用着玩笑的口气, 压下我复杂难过的情绪。 还不是我做终点工那家的老人有学问, 这都是听她说的。 休息了一天不到, 我妈就又想去干活。 原来的雇主不太满意新来的人, 一直发消息问我妈上什么时候能回去。 抢过她手中的工具, 我又将她推回了床上。 今天您必须休息, 小证来给你替工。 好在我爸妈是一个姓, 离婚后我也不用再改名。 从小不负责任的爸爸, 也就这一件事算是给我行了个方便。 拿着我妈给的地址, 我到了雇主家。 今天在家的不仅有老人, 还有一个小姑娘。 简单地问好以后, 我说明了来意。 老人看了看我身上的校服, 还是给我拿了拖鞋。 名校的魅力永远都在。 打扫的时候我也很认真, 尽量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妈妈说这家雇主很好, 她十分害怕被顶替, 所以一直没敢说自己生病。 涮洗抹布的时候, 我听到老人和小女孩的争执。 怎么又算错了呢? 这道题目明明很简单的。 轻轻不要外公叫, 外公你最偏心眼了, 自环表哥错题的时候, 你从来都不说他。 小女孩应该是积压了很久的愤怒, 抓起习题侧就跑了出来。 正好跟我撞了个满怀。 习题侧打到了我的脸上, 小女孩的脚也踩到了我的手。 显然她也吓到了。 顾不上自己还在跟老头置气, 小女孩先跟我说了对不起。 姐姐你的手没事吧? 对不起, 我刚才没看到你。 孩子还是很有礼貌的。 捡起了习题侧, 我特意看了一眼。 很快我就发现小女孩的问题在哪里。 她太过死记硬背, 犯了一个小错误。 姐姐的手没事, 还能变魔法呢? 说着, 一根铅笔被我从小女孩的耳后 划了出来。 这是我出去竞赛的时候 跟小伙伴们学到的。 不是每一个城里人都像舅妈一样势力。 还是有人能认可你的优秀, 不嘲笑你的贫瘠。 趁着女孩还在吃惊, 我顺势将她的错题重新说了一遍。 小女孩很快就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 通过我的引导, 小女孩甚至又衍生出了两种新的算法。 看着女孩开心满足地笑, 我也打算收拾离开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 女孩依恋地抱住了我。 姐姐, 你明天还能来吗? 我想你给我辅导作业。 老人站在不远处, 表情看不出悲喜。 完了完了, 我妈的雇主正是那个老头, 我可不能得罪人家。 妹妹, 姐姐就是来帮妈妈替个班打扫的, 以后的话, 以后的话每一三五晚上来。 老头浅笑着接了后半句, 小女孩是乐了, 我还没明白老头的意思。 支开了小女孩, 老人将我带到了书房。 六中的吧, 高几了? 高一, 马上开学就高二了。 行啊, 学得好还知道帮父母的忙。 老人对我很是看好, 直接跟我报了价钱。 单节五百, 开学后可以根据我的时间再做调整。 也就是说, 以后我可以负担自己的补课费了。 太好了, 妈妈再也不用为了高昂的补课费去试药了。 再次谢过老人后, 我表示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的。 隔天, 我便跑到了书城, 找到了小女孩的教材来看。 空白的笔记本上被我写了满满的笔记, 只熬到书城快要关门, 我才离开。 这即将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误人子弟绝对不行。 当了三个月的秘密家教后, 我也终于收到了所有竞赛的奖金。 暑假期间, 我参加了九个竞赛, 有七个团体赛取得了名次。 两个单人赛拿到了冠军。 手里厚厚的钱就是我的底气。 回到家后, 我很认真地跟妈妈交谈了一次。 摸着那些我得来的奖状, 妈妈欣慰极了。 好, 妈妈答应你以后只打工, 坚决不去试药了。 敢跟妈妈开诚不公的感觉真好, 能让妈妈依靠的感觉更好。 高二上学期, 我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英语会考。 下学期, 在我的帮助下, 我的小学生威蕊 也成功完成了自己的小生出考试。 徐老爷爷特地打电话, 邀请我和妈妈一起参加威蕊的庆祝宴。 记得带上你妈妈一起来, 没有你妈妈, 咱们还没有这个缘分呢。 又不过老人家, 我和妈妈只得去了饭店。 饭店旁边就是商场, 妈妈说空着手去不好。 本来, 我还开玩笑要给威蕊买练习册, 最后还是拐进旁边的店铺, 精心挑选了一只手表。 买单的时候, 竟然又遇到了舅舅。 你们怎么在这儿, 是不是跟踪我来的? 小偷总觉得谁都是贼, 你跟傻子的讲不出逻辑的。 我懒得解释, 拉着妈妈就要走。 小表妹也发现了我, 五年没见了, 除了长高长胖了, 她似乎一点没变。 看到我的瞬间, 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将已经开完单据的手表 重新送回了柜台。 妈, 你看表姐那种穷鬼 都能买得起这个牌子的表了, 我才不稀罕呢, 我要楼下更贵的。 我没忍住, 扑吃一笑, 长岁数不长脑子, 十年如一日地吃傻。 舅妈的脸上没有好脸色, 可又着实看见了我。 矛盾的心理折磨着她, 连我都看出了她的焦虑。 妈, 咱们去吃饭吧。 经过一楼的时候, 我特地去那边的几个卖表的柜台 看了一眼。 动辄都是破万的价格。 作为充数的分母, 舅舅的薪水并不高。 联想到从小到大 她们对表妹的富养, 估计今天舅舅又要破财了。 饭店很大, 我和我妈都是第一次来。 寻着短信里的地址, 我和妈妈终于坐上了 去往七楼的电梯。 电梯门正要关上之际, 有人在外边 喊了一句等下。 我立刻按住了开门键, 但我看到来人 又一次猛住了。 冤家路窄, 电梯门才关上, 舅舅就忍不住开始发难。 还说没跟着我, 刚才在商场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尾随到饭店来了。 在学校里下攀关系也就算了, 你们母女到底要干什么呀? 如果脚下不是上升中的电梯板, 舅舅一定会原地跺脚。 郑老师, 你连个高级教师都平不上, 谁稀罕攀你的关系啊? 卑鄙如你, 只会污蔑别人来掩盖你心底的算盘。 你就是害怕被学校的人知道, 自己的师范是靠着卖掉亲姐姐的钱才念完的。 憋了一肚子的话, 今天一股脑说了出来。 混账东西, 居然敢这么说自己的亲舅舅。 密闭的电梯里, 舅舅彻底暴露了自己的本性。 杨起的手还没落下, 妈妈的包就砸了过去。 别欺负我女儿, 你算什么舅舅? 你这个虚伪的骗子。 有人的恨比我压得更深。 电梯门终于在七楼打开。 有人正站在了电梯口, 等待着下楼。 妈妈的电话在电梯里没有信号, 错过了好几个威蕊外公打来的电话。 舅舅捂住头, 立刻在人群中发现了自己的救星。 校长, 您来得正好啊, 帮忙停停里吧。 我拒绝给这个学生补课, 他就让他的妈妈一直跟着我。 甚至还在电梯里殴打我听完舅舅的呼喊, 我也愣住了。 被称作校长的女人左边站着威蕊的爸爸, 右边站着威蕊的外公。 他的身份不言而喻, 聪明人瞬间就能戳破一个拙劣的谎言。 郑老师, 你确实, 还蒙在鼓里的舅舅一个劲地点头, 还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 下一秒, 他的心就跌落谷底。 应该没这个必要吧? 这位郑慧颜同学, 他自己就是家教啊。 对了, 我之前说过的我女儿小生初能考尽续责, 必须要感谢这位小郑老师的英才师教。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 郑慧颜居然就是我自己学校的学生。 郑慧颜同学, 接下来的一年好好努力, 我本人十分看好你。 至于郑老师, 你妈你确实没有违规给学生补课, 但是有人举报, 离你涉嫌出卖试卷, 开学后我们需要谈谈。 得到礼物的威蕊笑得很开心, 他还抱着我亲了一口。 简单的家宴上校长一点架子也没有, 比我的亲舅舅对我还要亲切。 他还很真诚地询问了妈妈的意见, 想要提供一个长期的工作机会。 郑大姐, 我爸爸那人很挑剔的, 这么多年来, 他就比较满意你一个人,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家长期做保姆。 管吃管住, 而且也有慧颜的房间。 妈妈惊喜万分, 得到我的肯定的眼神后, 她终于点了头。 高中的最后一年, 是辛苦又充实的。 校长给我们母女提供了优渥的食宿, 我得以用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了高考。 考到最后一科的时候, 我没忍住, 答完卷第一个出来了。 蹲守在门口的媒体一窝蜂地冲了上来, 争相询问我的感受。 面对镜头, 他们非要我提点意见。 呵呵, 挺好的呀, 反正是免费体验, 我真没啥意见。 半赏他们才反应过来, 我竟然是保送生。 没当上状元是我高中生涯唯一的遗憾, 保送清华刚好, 可以弥补这一点。 已经被开除了的舅舅也收到了消息, 在校长家门口蹲守了好几日。 他提着礼品满面堆笑, 假的都开始有点真了。 因为舅妈侄子的事, 他们夫妻俩大吵了一架, 舅妈一气之下就提出了离婚。 至于小表妹, 舅妈竟然没有带走, 而是选择留给了舅舅。 按照舅妈的话说, 管一个傻孩子还不如没有孩子。 瞧, 天底下的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样的。 离婚后的舅舅处处碰壁, 曾经重点高中的物理老师, 现在只能做最便宜的家教来养活自己。 作为他的亲外生女, 我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专业的消息一出, 让舅舅嗅到了一丝翻盘的机会。 哪有老师不想拥有一个高徒, 他太需要我这块活资招牌了。 几经打听, 他终于找到了我和妈妈现在的落脚处, 也就是校长的娘家。 校长的老爹是把硬骨头, 早就听说了舅舅的所作作为。 曾经也是练家子的老爷子活动了几下, 终于将舅舅撵走了。 校长家虽好, 也终于到了告别的时候。 妈妈说他会跟我一起去北京, 不是陪读, 这次妈妈自己也有未完成的梦。 大一的第一个十一月, 我送妈妈进了考场。 早在一年前, 她就偷偷拿起了课本, 重新开始准备考试。 是校长的老爸鼓励了她。 年龄不是阻碍你追梦的理由, 人只有新老了, 才真的要枯萎了。 哈哈, 这老爷子真有趣, 对于妈妈的决定, 我是大力支持的。 手握奖学金的, 我完全能够自给自足。 清华的日子很轻松, 越是好的大学收费越便宜。 何况我学费全免, 每月跟着老师参加竞赛, 还有奖金拿, 养活妈妈都不成问题。 等待成绩的时候, 我妈接到了一个电话。 谁是你老婆? 你给我放尊重点。 我凭什么告诉你我住哪儿啊? 你敢来, 我就报警。 你得病了是你的事, 有病找大夫去, 别来恶心我。 妈妈挂了电话, 我不用问都能猜到打电话的是谁。 上周我爸就来清华找过我。 他哭穷卖惨, 说自己被后来找的女人害了一身病, 奶奶也被气死了。 曾经说自己是天的男人跪下来求我, 求我能给他一点钱去买药吃。 当年他卖掉我的时候, 我没求他。 弱者的乞讨只是给强者多一个嘲笑对方的回忆。 除了一个更加无情的吃笑, 我再无其他回应。 哦, 对了, 我还给传染病医院打了个举报电话。 至于我妈, 她更绝。 连夜搬家换电话, 甚至忍痛断了和郑家村人最后的联系。 妈妈, 要不我带你出去捋个游吧。 大方展示了卡里刚到账的奖金, 妈妈也难得点了点头。 她甚至有了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去彭莱岛吧, 我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在旅行社做登记的时候, 客服再三确认了我们的名字。 是女字旁的言吗? 是十字旁的言。 小的时候, 我也问了妈妈自己名字的由来。 奶奶说丫头片子都是扫把星, 我妈却说那叫彗星。 至于另一个字, 则更有深意。 我不想用一个女字旁定义我孩子的一生。 妈妈说, 我不只是个女孩, 而是世间最寻常也最不凡的生命。 是亿万星河里唯一的存在。 我只属于我自己, 无关男女。